沒問題的話 接著我們還有少許時間 挑機我們試一下 再半個小時 不會一條半個小時 今天應該11點 盡時放你們 因為剩下時要租一些 用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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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再說 第十四題 第十八題 跳下去一條 應該英文比較短的 你看到 就這樣找個min 甚麼都不理 兩行而已 但是這樣就十五分了 當然有些東西 好 準備好我們試一下這條 儘管看一下究竟 這個困難在哪個位 Test is used to to disease 測試這個病 for people with the disease 小心點 它斜體的腦葉字 有境滾 你不要覺得它斜體 我斜體一個部分就可以看到 你看到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也一樣 有mean 有standard deviation 好了 但是你無端端 會見到另一個normal distribution 有mean 也有standard deviation 好了 兩個normal distribution 分別是給兩批不同的人用的 黃色 黃色 戒低了75 就是有病的人 如果你有病的話 測試 你就會拿到 平均都是70分 每個格子相差五分 如果你沒有這個病的話 不知道平均會拿到多少分 一個test 但是那個差距都是平均 好了 接著送兩個percent給你 It is not that 33% Those people with double disease which has got over 16 people on 2 好 一開始簡單一點 就是叫你 看回藍色那個就行了 沒有病的 mean是多少呢 要你計算出來 當然了 給了少許資料你 33% 63.2 大於63.2 那你先畫出來 不過你這次畫畫得小心一點 說真的 你好心分開 究竟 我現在畫個normal distribution是什麼呢 有病還是沒有病的呢 一後駱駛做這條題 是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玩完了 好了 沒有病的 那個mean是不知道多少 每個格子就是5 所以下個格子應該mean加5 然後mean加12 不如出去推 不過你不寫都沒有所謂的 這些 好 跟著 大於33.3% 是不是 超過63.2% 有33% 超過63.2% 應該要附近吧 當然有亂讀而已 63.2% 也不知道在哪裡 但我就知道 33% 即是面積是0.33% 63.2%是在這裡 跟你剛才第四題玩的一樣 調回頭 拿面積來計算 min 你說難不難呢 就很難的 最重要你心水夠清就OK 那我拿了這個 糟了 拿這個做什麼 拿這個做y 我告訴你 有兩個distribution同時出現 一個x一個y 你當x是有病 y是沒有病 那你拿得小心點 等一下你會做錯了 好 好 那首先我會拿 y 是normal distribution min是unknown 但是每個格子寬是5 哎 一次寫錯自己 5 5的二次 我幫我寫好一點 好 跟著看一幅圖 就知道了 p y 大於63.2%的話 面積就是0.33% 那你當然了 最好再寫一個步驟 就是用回z 那你就63.2% 減回平均mine 除回格子寬度 就是5 那就是0.33% 那當然了 跟著你就要查表了 走去 其實z要大過多少 才可以找到面積的0.33%呢 那就查個表了 有沒有同學告訴我 這個答案是多少 現在 要查的面積不是0.33% 要查的面積應該反過來 是0.17% 0.44% 那z到這個位置應該是正數來的 0.44%不是負數 那你記得查 查0.17% 就不是查0.33% 那一查0.33就玩完了 就是了 所以我再說一次 那時候你不知道自己要查什麼號碼 你畫圖 一畫圖就馬上 大致上就知道 就是要查什麼號碼 33% 令它到最後這個位置 然後你看圖 又走去 那所以我 那你查出來的那個號碼 應該是正數來的 查連結 應該查多少呢 不是查0.33 應該查0.5-0.33 好了 那5set 大概0.44 然後計算了 那面 3分 很容易 好 答案是多少個min 我想問一下 61 哦 平均分的61 那也是那句 如果你有閒情日誌 我就強烈建議你 計多一次個min 這個min 你計錯的話 理論上就死了 原因 下面12分 應該就拿著那個號碼 做下去的 61行合理 喂 都應該合理的 63.22 在這些款項 是啊 都是那句 你計完那個min 和stallied division 都可以裝一下那個號碼 合不合理 有很多時候都是 都是這樣的 有些房子計難計 那個號碼 根本放了下來 不合理 如果你計算 其分都是3 可以用63.22 就不可能 做一個格子 雙差五 那所以 你有時候都要裝一下 答案 合不合理 好 沒問題的話 然後12分 只要踩 看看你究竟去到哪個level 好 如果這一條 part D 你都懂得計算的話 沒問題難倒你的 真的 我告訴你 DSC的題目 沒那麼麻煩 我這次考試那條 更加 standard 又是 又是 正常 然後 conditional 告訴你 不是的 有沒有Local 我忘記了 好 有的 一直找了一條 你們試試玩一下 總之我都是抄趴 改一點點 好了 沒問題的話 我們裝一下part B 想做什麼的事 整個part 12分應該不是太好事 好 那 麻煩 part B it is estimated 50% 15%有病 喂 選不到 跟著 醫生就 propose that a person be classified have a disease if the person test score exists 66 即有個醫生就說 我們做個測試 如果大個66分的話 那個人就應該有病了 那個人就應該有病了 所以反正小個66分 那個人就應該沒有病了 那個醫生就說 那你相信醫生 跟著就說 如果那個人走去做個測試 究竟 那個人當了有病的機會有多少 和 那個人 miss classified 即是 有病當沒有病 沒有病 當有病的機會有多少 miss classified 即是本身 你這個人 有機會有病 還有有機會沒有病 那個機會有你 那個機會有你 0.15個機會是有病 0.15個機會是沒有病 0.15個機會是沒有病 那如果你有病的話 你就要做個測試 你不知道測多少分 沒有病的 你都可以做這個測試 不知道測多少分 那個醫生一本不知道你有沒有病 其實是看個分做人 過了66分 告訴你 我們有病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有病 不知道 原因 我們剛才計算完一件事 嘩 輕忌 真的太差了 原因 喂 是不是這麼差啊 原因就是 這裡 你沒有病的 平均分61分 你有沒有機會踩個66分 有的 你 就是 始終 61分 接著 63點 我畫得上衰 63點 現在應該有附近的原因 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是不對的 下一個格子是多少 66 就是 你沒有病 而驗到你66分 或以上的機會是多少 大不大 你查面積不知道大不大 隔了一個格子 61加 不是66 隔了一個格子 機會率是多少 你一查便會有 試試 隔了一個格子 即是1 1是0.3413 0.3413 拿回0.5-0.1幾 我告訴你 理論上也挺大 隨時會查錯你的 你沒有病 但大於66分 機會率是0.3 應該大致上 不是 0.1 所以 這些叫做missclassified 那當然 你隨時 是什麼呢 你隨時是本身有病的 例如你 本身你是有病的話 你的normal distribution mean是多少 70分 一個格子是5 即是如果你有病的話 你應該是這樣的 70 然後65 65 65 55 然後這個75 88 超過66分 就當有病 但是 這一群人 但是你有病 隨時都可以低過66分 機會都大不大呢 也挺大的 理論上 這兩類人 就會叫做missclassified 在統計學 這些叫做type 1 error 和type 2 error 如果你將來 如果你真的 讀了一個統計學 這些有範圍的 我告訴你 我學整課書 即是 我們做測試 原來有機會不准的 不准有兩方面的 就是有病當作沒有病 和無病當作有病 那我告訴你 就算現在日常社會 你去醫院做測試 也是這樣的 那醫生怎麼知道有沒有病 都是跟你檢查一下 血糖指數 檢查這個檢查那個檢查 哎呀 超了標了 超了標 都說你有病 但是到時候 是否真的有病 missclassified的機會 有多多 一會兒你試一下 算一次出來 你猜是大不大 就試一下吧 你算都還沒算 所以這條題目 也挺出名的 原因真的是 是由一些很日常生活的例子走起來 以後 你現在不會在那裡測試 你會不會在那裡測試 你會不會在那裡 但以後你就記得 當你一測試 那一個血糖指數 哎呀 血壓過高種子女 是否 血壓過高一定是真的 就是超標之後 有些什麽 很細胞到超標 那個子女究竟是否真的有病 你看看測試準不準 就算整个测试会怎样呢 不过我们先解决这条 不要测试的话 15分钟要解决多少 classified to have a disease 我说过了 part 1你要处理两样东西 处理的就是 15%的人 是有病的 15%的人 是会跟着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 走的 70 5 好 这个65 65 首先你要计的就是这个面积 大过66的就当有病 所以第一件事 你要查到这个面积是多少 area是多少 你自己查一查 好 另外 85%的人是没有病的 跟着这个normal distribution走就应该是61 和5的二次方 每个格子是5 61 跟着就下个格子是66 应该 其他那些其实我不写都没所谓 对了 也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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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了 你要查一下这个面积是多少的 两个面积不是直接加的 你查完这两个面积 你记得了 有病的占了15%而已 没有病的占了15% 所以你的论述你查完两个面积之后 还要成续之后再加 你的论述应该是part one的答案 我们试试part one看近日的赌 两个normal distribution分开面积 突然之后再加了百分之后 再加上去 part one比平的话 大致上应该是试大 part two比较滑 part one应该不滑 这些呢 有个茶匙 你试试我试试 这些 两个面积分别多少呢 喂 多个五万 首先一个就是 应该要塗0.18 0.288 1 0.288 1加回0.5 0.7881 应该是第一个面积 对了 第二个面积就是0.5 减减0.3413 3 4 3 3 4 3 4 4 3 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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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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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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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答案了 那我塞上marking scheme 給你們看 如何步驟 如何寫法 先拍一次 這樣開好些 好 符號再說一次 不是太重要 它也很矛盾 它有常見 x 和y 就像 一個x 搞定了所有東西 後面同一個分擴充 這就是vp 即是有病沒有病 那我講了符號的反應是很重要 最重要你懂得找個me 61 接著 塞到兩個面積 0.7881 和0.1587 接著再乘上去 0.15乘0.7881 加0.85乘0.1587 那理論上就搞定了 part b part 1 好 去到有沒有問題 答案0.2531 你去做這個測驗 你會過66分 你會被人當有病 幾乎是0.2531 但是最大問題 被人當有病 最後你沒有病 那幾乎是多少呢 那幾乎是多少呢 又或者反過來 你有一次被人當沒有病 但原來你有病 那幾乎是多少呢 那幾乎是多少呢 好了 part 2 那幾乎是多少呢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 0.15你是有病的 0.85是沒有病的 但是就算你有病 你真正有病的 你會過66分 幾乎是0.7881 反過來 你0.85是沒有病的 理論上你沒有病的 但是你沒有病 那幾乎是做一個測驗 你也有機會被人當有病的 那幾乎是0.157 那當然了 其實誰知道你真的有病 那我覺得 人家只會做統計 哦 10年前 15%的人有病 85%的人沒有病 那人家就基於這些 past record 想想到你有病 也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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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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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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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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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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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叫你计算机会有什么 是 人家叫你计算什么 disclassify as given 如果好像是你的话 是不是有有 given permission 没有是吧 没有 很想问 他好像刚才计算机会计算机会 disclassify 咦 是不是就这样计算 就可以 是不是就这样成员加上就收工呢 又不是 不是结婚condition 不是conditional property 不是conditional property 你就这样成员就加了 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 咦 喂 真是成员加完 哎 是不是 是啊 完 说过了 就算很复杂 你还要明白发生什么事 你以为是你猜是miscassify 你以为真的这么容易明白吗 我给你一间的词程 很多人都说过 你不知道什么是miscassify 就是你所有公伟 都说一句 是英文可能有时候难明白 公式 比如說你自我感覺良好而已 到你自己做就不知道你自己做 好 今天我再說一次 理論上應該早幾個課 現在24個關節 還夠不夠時間做多題 A關也做不到 當然了 下一回 我們應該還計算時間 整個九月 還應該停在normal distribution上 其實只剩下一堂多一點 應該只剩下兩堂時間 因為下一個禮拜五月之後有十月 我們會再說多幾乎兩星期 關於normal distribution的事情 其實都是做firm pass paper 跟你說一些chippy位 跟著呢 我們就應該去考一課 不過我可以跟你說聲 我們第一次考試 就是考到normal distribution 考到這一課就停了 還欠最後一課就不考 因為還欠最後一課 應該教到一半 應該要考試 所以那一課就考試 所以normal distribution 暫時來說 如果你都搞定的話 你可以開始走去溫定書 原因 我怕你E和E 甚至乎怎樣做 Logamific Transformation 都忘記了 那本書 我會下個星期開始派答案 即是你那本 Row to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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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本書 其實比較淺 你做完就要說Aman 做完就忘記了所有的 夠了 因為你做完那本書 你的softcard理論上 都占了九成 然後過往的慣例 longcard 你願意做筆記的話 longcard你會掃賣的話 就是 不是四到五的 這樣而已 好 有沒有大問題的話 今天暫時是這麼多 但是 VLIP說要加一本書 給我check那些 不可以留步